有些不合适的地方,你可以随意稍微加一些 所以说,画的画法,我大提介绍这些 这个紫层的叶子,它是一种对生叶,一排一排的 画叶的办法是,刃叶和老叶不一样,刃叶是以黄尾竹 以黄尾竹,有时候还要加一点红进来 就是用点的办法 画完之后,再去画叶梗 叶梗也是用沿起来调 叶梗依然要略重一点 画一个,稍微测一点 以黄为主,加上一点点红 去构材的椰杆 比叶本身的颜色要重一点 叶的姿态要让它有些变化 这是正的,这是侧的 老一点的叶就要用绿一点的颜色 有时候用鲜绿 点 它这梗呢,就用墨 现在用这个呢 这是正面的 再画个侧那里 橙黄加蔡芹兰 多少加上一点红 让它老一点 用绿颜色 里头敲一点墨 好 好 稍微点一点叶麦 所以说我讲究这个协议呢 就是不一定死板就非得化成整机两排 你可以让它有所变化 再大来的叶 老叶 还可以 黄 加蔡清兰 多加点红 调成暖绿色 就大鼻 给它抹出来 这一次呢 就多鼓一点叶金 不用太整齐 最后啊 加上叶饼 这是大的叶片 中叶片 小叶片 它是任一叶 这是机能画法 机能画法 啊 有时候这个叶子要化成一片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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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